欢迎大家来到水上学学课堂 今天教大家S筋膜翻拱 S筋膜翻拱 首先在初级的练习里面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辅助的东西 因为初学者当你头朝下的时候 然后你对方向感并不是很明确 那你也并不知道你的讲业是飘出水外 还是在这个水里的 所以就有这么一款东西 讲包 讲包是用来干嘛的呢 除了动作以外 讲包是辅助你准确的 这个讲飘在水上 然后呢 随着你们的慢慢的练习 你可以少放一点气 或者是练个二十几次以后 就完全可以脱掉讲包来练习 但是呢 起初练习呢 最好有一个辅助品 或者是泡沫啊 水瓶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呢 没有这个讲包呢 也不要紧了 那你就拿一个这个泡沫夹的这个讲上 它的动作呢 其实很简单 还是要靠大家的这个跨的带动 把自己这个调起来 然后呢 首先入水动作一定是 看到了吗 这样的前趴 趴进去以后啊 在水里头 这个讲包是向外 扫 把自己这个扫出来 就是通过这个扫讲 就跟我们上次学的这个扫讲 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 功能一样的 一种是在水上扫讲 一种是在水里扫讲 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 就是 大家看好了 一定是 一定是 如果你是初学者 可能这个讲包 没有讲包啊 你就并不知道 你的讲页到底是在水里 还是 在这个 就是 露出外边 翻拱的时候 尽量让你的讲页 翻下去的时候 是 出于水 啊 就相当于一个 呃 这个 三角式的 这个支点支撑 把自己 撑起来 哎 靠这种的 把自己 撑起来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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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